本周唯一可以带来些许波动的因素就是美国非农就业数据 想要寻找美国大选定位的交易者 我能想象很多人已经完成了交易部署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周二投票的结果 肯韦特斯勒来自于Arcuman管理 在本周开始我们看到了德国零售业销售连续第二个月出现下跌 可以想象的是德国作为最大的经济体 那么你对于欧元区经济有怎样的看法呢 在过去几个月当中从一些细节中明显可以看到收缩 尤其是在所有和需求相关的数据方面 直到德国零售销售数据确认了德国常规经济表现 在过去六到九个月中表现十分的理想 所以很显然德国零售销售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小幅下滑 可能是需要担心的因素 但是并不会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糟糕 所以说从欧洲或者是欧元区整体来看的话 它仍然处在一个相当稳定的基准水平 总体上的表现还是过得去的 然后就是显然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说表现并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就像之前说的尽管获得了一些疲软的数据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呈现出了平稳的状态 我们开始认为这些疲软的数据可能会进入一段时间的巩固期 这在欧元区内已经显现出来了 在周四将会有一系列的关键的英国数据公布 可能还会有有关英国央行内部马克卡尼职位变动的宣布 你预计这些数据结果能够确认高通胀和增长放缓的现状吗 可能会出现停滞性通胀吗 只要英国的通胀形势不理想 我的意思就是说事实上从英国公投开始 英镑的价值就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加的疲软 而这将会影响英国通胀的走势 会让通胀走势朝着错误的方向进行 朝着人们不希望看到的方向进行 但是从库存周转的本质和零售商 建立的各种套期保值结构来说 我认为真正给通胀真实流通效应 产生冲击作用的因素 是在英镑贬值之后价格的提高 如果你真的开始过滤这些数据的话 那么需要关注在未来的一到两个月 当然还有明年一月份和二月份的数据 无论英国是否将会迎来技术性的 停滞性通胀 我认为事实上 我们都不太可能立即让市场恢复 此外 关于马克卡尼的未来 在过去的四到五天的时间里 媒体进行了大肆的报道 给目前可能将要进行的宣布 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而我并不认为 卡尼将会在本周公布 英国季度通胀数据的同时宣布辞职 他在上周提到过 他将会在圣诞节前后做出决定 也就是会在不久之后宣布 所以说我不认为在这周会成为现实 只要马克卡尼辞职 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可能会下滑 这个交易周是美国大选之前的最后一周 投资者预测 美联储将会保持现有利率不变 那么你对于美联储有怎样的预测呢 本周美元会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波动吗 只要美联储还存在顾虑的话 我认为已经有很多人都发表过言论了 意思就是说 认为美联储将会保留现有的政策 我个人也同样不认为 美联储会在这次的会议上改变利率 我们关注的焦点 仍然稳定地设定为12月会议 而这显然是为了等到你之前提到的大选结束前 利率能保持一致 所以说 在考虑本周美联储政策可能会带来的波动性方面 我认为波动应该会比较柔和 因为那些选择这样定位的人 已经做出了自己的行动 所以通常来说的话 我们应该要把注意力 放在12月份进行的会议上 所以关于到下周选举进行前美元的波动而言 我们的确需要关注周五晚上公布的新闻 关于希拉里的邮件门事件 FBI已经重新展开调查 这是一个可能会引起美元波动的元素 但是只是会在相对有限的时间里 而事实上 今天是周一 是最后一周的第一个交易日 波动性仍然相当的平缓 所以我感觉任何不考虑大选结果的投资者 已经完成了交易布置 而本周唯一可以带来些许波动的因素 就是美国非农就业数据 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美国经济的关键数据 需要被确认 但是我认为想要寻找美国大选定位的交易者 我能想象很多人已经完成了交易部署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周二投票的结果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请持续关注杜格斯贝电视 本周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的 有关外汇市场的更新 再见